今天是特地協奏委員長邀請到我們的系統主持人 楊佳漢所長 來跟我們分享先驅共和貿易程中 智慧和安全的意義 主要是因為我們在討論的一些場合 討論的過程中發現 我們進到社區裡面 已經四、五年了 然後慢慢有一些成果 中間有一些成果 社區也想要拿去使用 所以我們開始有了 這樣子的一個議題的產生 所以這幾個台特別邀請楊所長來問我們 回答分析 就給我們之間的理解 那我們就是謝謝楊所長 好 謝謝 謝謝楊佳老師 謝謝現場的同學 同仁助理 因為這個應該是我錄影 所以也許未來會有別的同學會看到 對這些人其實跟團隊討論 我覺得今天可能 特別如果把這個過程記錄錄影下來 其實我覺得也許可以讓 參與USR的師生同仁 透過這個很簡短的分享 有一些基本的認識 然後我等一下稍微介紹一下自己的背景 我覺得如果大家在USR執行過程中 有一些想要找人討論或理解 其實可以直接來找我 就是有一些基本意見交換 那更進一步 其實更確認 其實是學校有法治組 我覺得其實學校有一個機制 就是透過法治組這邊 其實 欸 楊老師 就是透過法治組這邊 其實可以幫大家 做更進一步的服務 更確認 那只是說如果在議題開始的初期 還不確定要找法治組問首 那也許在校內團隊 其實可能也可以 跟我有些統合 如果有一些我可以貢獻的部分 那我覺得今天這個題目 其實 它基本上談的就是 雙方合作或產生的制裁議題 其實它跟產學合作 或者是雙方合作 或是企業 不同的企業共同開發 會遇到的議題是一樣的 只是說我們今天特別在談 可能也比較少人在談 是學校跟社區 但是它本質上其實 並沒有特別新的議題 都是雙方合作會產出的制裁議題 那我覺得最大的差別是 產出哪些制裁 就是這會回到制裁的分類這件事 那我自己在稍微整理資料的時候 或是投影片 我覺得社區跟學校有屬於我們的制裁類型 它可能 我可能類似的內容搞不好 會在別的場合 在談產學合作 也會有類似的 可是那個制裁類型就不太一樣 就是說我覺得 這邊談的可能是專屬 大學跟社區USR 會遇到的制裁議題 那我一開始不確定 是認識的人比較多 還是認識的人比較多 為什麼我會來講這個題目 因為我有在校妹開制裁的課 我稍微自我介紹一下 就是我其實並不是學法律 學制裁 那制裁是我曾經的工作 因為我本來是學機械 然後學士碩士 那我第一個工作其實是在台北的專利事務所 當專利工程師 所以工作大概兩年多 所以其實資料財產權 包括專利商標 作作權 營業密度 等一下會稍微提到 其實是我曾經的工作內容 然後也因為工作上的需求 雖然專利工程師是專利為主 但其實因為Business都是跨在一起的 所以那個時候也會需要去上一些課 但是不是正式的變成法學院的學生 上一些課 然後後來就在回學校唸書唸博士 其實就是變成有一點兼職的工作 所以其實資料財權專利是 就是我沒有學過的學位 但是我工作一直在做的事 然後後來來到成大 就來到歸社院就是一直有開制裁 我只是後來因為課越來越多了 就這一輪課就沒有明明開 大概兩三年會開一次 但是就是會持續Renew 我覺得在參與的很多不同的案子 包括像USR參加這四年多年 其實就會發現那USR也有屬於 USR的一些制裁議題 所以大概這個分享是這樣來的 就是我的背景是這樣 好 我有特別用了最新的LOGO 就是公布出來的最新社區的LOGO 社區共創立中的智慧參加權議題 我覺得基本上是這樣 就是其實投入就有產出 不管是什麼樣的案子 那我們跟社區投入了 其實就會有產出 那另外一個就是大家一起合作 就會有共創的東西產生 所以這一頁現在也適用於在別的場合 基本上投入就會產出 會有共創 所以其實我覺得不免就會遇到這些議題 不管大家事先有沒有接觸過制裁 其實你一定會想到這些事 就是那我們到底產出了什麼化成 那產出的東西後續是不是可以用 因為搞不好 你會害怕 是不是可以用 這個叫YESNO 那如果是YES NO就領當表 如果是YES那要如何用 這個是號 然後會牽涉到 因為我們在談的是雙方共創 所以又會有戶這件事情 比如說那個號會牽涉到 到底誰可以使用 所以其實 就算有一個今天的聽眾 從來沒有聽過智慧產權 其實心中必然也想過這些事情 只是說智慧產權是我們的 法律體系中給予它的一個 一個scope跟定義 其實它是在回應這些事情 所以我第一個想要分享的是 其實我覺得 當我們在談這件事的時候 其實它有兩個面向 它是相互獨立的 我們有時候常常都會 只看到其中一邊 第一個是 我自己到底產出了 什麼智慧產權 擁有什麼這個是擁有 然後第二個是我 我到底有沒有侵害別的智慧產權 這兩個事情其實是相互獨立的 很多實務上 你既產出智慧產權 你也同時侵害智慧產權 就是說你有一半是侵害 有一半是自己想的 等等 這個在專利啊 製作權商標 其實都會有 都會有 那我覺得 大部分的發明者 創作者 或同學 你可能比較想到的是左邊 你可能 在這個課程中 計畫中採出什麼 但其實你有可能 侵害是非常安全的 不一定是社區 可怕是外面的 你們家公司的 那也有 比較 容易 擔心 受怕的人 你可能比較想到的是右邊 你覺得你很容易 會觸發 但其實你只要上了一個課程 你執行了一個計畫 你也一定會 闡述智慧產權的 每個人在世界上都會有創意的 你只要符合法律上的條件 不管你自己知不知道 其實你就會 有智慧產權 比如說 待會會提到著作權 著作權是不用申請的 所以在座或是 聽眾們 未來的聽眾們 就是說 其實就算你不知道 你有著作權 你也會有著作權 只是因為他不用申請 那他是互相獨立的兩件事情 所以呢 我今天最後 我們今天 應該預計是會到兩點 就是我看看 看看情況 那如果可以留一些時間 也許大家也可以 有一些訪問 可以提供我的想法 那我自己整理的一些 包括報名的同仁 也有提供的信用 大概我覺得 承到USR可能 很會遇到的事情 但是現在還 不宜討論 比如說 我會先 講一段 然後 我們有共同的語言之後 我們來談這幾件事 我覺得這個都 已經發生了啦 或者是一定會發生 比如說 我們計畫 產出一些平面 視覺設計 海報 然後去有沒有人使用 那 同學畫的Logo 後來變成商標 或是直接就是 外界或社區 請同學 來設計Logo商標 直接就是 尾辦的一個商標設計 這個都 沒有什麼設計門檻 很快 很容易就會發生 那比較少 談到的是肖像權 肖像權其實不屬於智慧探權 但是常常會放在一起講 比如說我們出版的東西 列印的東西 裡面有出現 社區的朋友的正面照片 然後銷上權 然後 我看到很多 常常都會問到這件事 就是我們去跟 原民部落 收集一些 他們原始的文史資料 然後做學校課堂上的家旨 那 這邊有沒有一些歸屬的事情 然後另外也有 報名的 他們問到說 我覺得這個不只是USR 我覺得說 所有到場面去做訪談 或是我們辦公做訪 工作訪的參與者 怎麼不只是我們的課程的人 也有社區的人 那 便利貼上的東西 到底屬於誰 就是那個 產出的那種的御用 那我們 做了很多社區的文史故事 或是 像 我知道 佩玲 在馬祖有很多人家做這些事 然後 在地 文史故事 然後就是 寫出來之後出版 出版 但是故事的源頭是在社群 這個也很常遇到 那 第七個是 可能公設系就有可能 就是說如果 如果是 或是創團所其實也有 如果有 就是產品設計課程 跟社群合作 其實期末都是產品 那個產品如果願意的話 其實是有機會申請專利的 那我們沒有申請 也沒有人要商業化 所以 就沒有 其實那裡面已經有隱含 IP在裡面 就是產品開發成果 因為專利是某一種 一種 有Function的 實體的產出 然後 已經發生的食材料理 食材料理 食材料理 有點像一個 一個 Recipe 一個 一個 Know-how 這個 食材財產權 那 我自己的課 比較常遇到的是第九項 就是說 可能提的是一個概念 Portosal 或是一個未來發展的 期程 商業模式等等 那 或多或少 可能 就是會有一些 靈感的觸發 然後社區也許 會去執行 這個也是課程的初衷 但是如果我們真的回到 今天的議題來講 它可能也會牽涉到我們後續 加持商品化之後的 原從的序合 然後最後 我覺得這所有事情 一到九都可以用 十來解決 十就是一個很 操作面的事 那就是 簽合約 事先合約 那我知道學校法制組 都有在提供這個服務 幫忙看了合約等等 然後怎麼 確立報酬合約 在沒有違反 資材財產權 無法的情況下 怎麼去定 比例 那雙方同意簽名 甲方五方 其實一到九 都可以解決 我覺得在一個 雙方的 互信 散因基礎下 其實十可以解決 所有事 但是呢 這十項 現在就暫時的細討 就是 我們先來 對焦一下 對焦一下 那這個對焦大概就用一半時間了 就是我介紹一下 大概常見的 就我假設大家都 都完全沒有接觸過 事實上不可能 但是就是 制裁類型 大概一半的時間 大概到一點出頭 然後 回到我們的情境 講 一分傻會遇到的事 那 大家會發現我剛才講 如果今天是在 企業講 產學合作 前面的二分之一也是一樣的 可是後面的二分之一 就會變不同的議題 大家都面對到的 制裁類型 產出的情境都不太一樣 好 那智慧產權法 有一個蠻有趣的事 我在很多 大學部的課程 第一句話都是問這個 就是 市面上有很多智慧產權法的書 那如果你買過來 你有沒有辦法找到裡面的法條 比如說智慧產權法第17條 第二款 我都問同學這件事情 事實上是沒有的 我發現現在的同學的法律素養越來越好 因為這個題目在成大 我來成大11年 我就越來越 大家的答案越來越正確 我其實是沒有的 其實是沒有的 智慧產權法是一個體系 我們並不能說智慧產權法第12條 第二款這件事 它其實是裡面的不同法律 因為前涉到不同的制裁樣態 那基本上你是WTO會員國 台灣在2001年叫WTO 其實你的制裁體系 大概都會follow 一樣的架構 因為你在國際貿易上 大家會有一定的標準 所以 我們會有專利法第12條 商標法第25條 租國權法第36條 EME法第8條 因為它比較少條 公平教育法第10條 也比較少條 會有個別的法 但是並沒有一個 資格上的選法 資格上的選法 這樣的書 其實就是會 會cover這個裡面的所有事情 那你看 這件事情 蠻有趣的 這個是一路演進過來的 一路 各國的法律體系演進過來 其實 最早就是 如果回到創台所的角度 我們所在談創意 創意生成 最早就是 大家發現 我們有很多創意 然後當然也有發現 發現 比較難說是你的創意 然後我們到底 為什麼需要 這場的體系 因為 大家覺得 好像政府要提供 一個保護機制 來保護某個方法的創意 不會是全部 你要符合法律上的標準 那這件事情的源頭 在500年前其實是這樣 就是 有一些很有創意的發明家 那 政府 想要鼓勵他 公布出來 讓社會更進步 可是 你要有動機讓他公布 對不對 公布出來 那我的努力不是白費了嗎 白白貢獻給社會大眾 所以就有IP 就是政府跟你簽一個合約 我給你一個保護期限 但是你要公布出來 所以他其實最早的概念就是 就是政府跟有創意的 簽訂的一個 合約機制 你公布出來給社會 然後我給你一群一個保護的 狀態 讓你可以獲利 但是呢 大家可以站在你的肩膀下往下走 我最早就是 就是這個刑法 所以 所以大家如果去Google 比如說 How to protect innovation 你看幾百萬個 幾千萬個網頁 其實大部分都是在講 智慧安全 智慧安全 智慧安全跟如何保護 創意創新 其實一開始就是連在一起的 它的源頭就是這件事情 那過去的祖先們 有智慧的祖先們 其實他們就是在思考 那到底人的智慧可以分幾類 人的創新分幾類 因為法律是一種文字系統 所以你的智慧分幾類 代表你的文字系統中 到底怎麼去做定義做分類 那這件事情基本上定案了 定案 AI會不會改變這件事也是有可能的 但基本上 至少過去幾十年都定案了 就技術的保護叫專利 然後商譽品牌 就是有點像Everything的保護叫商標 藝文創作 就是說比較偏內容創作 Content的保護叫製作群 說不上什麼東西的 know how 秘密 連那個擁有者 自己都說不清楚的 叫營業秘密 最常聽的就是師譜 我們 我們USR就有出現了 就是師譜 主要就是這四種 這個是來自於 來自於到底人的智慧 創新產出有幾類所出現的 大概就是目前 看起來也沒有什麼大問題 就是運作了幾十年 大概都世界各國都OK 就是分四類 那我就很簡單做個定義 不能定義 做個解釋 技術就是專利 你看這些高科技 他願意的話 都會申請專利 然後獲准 然後就可以保護 那營業秘密 所有的全世界的課堂上 大概都會舉可口可樂的配方 可口的配方 據說沒有公開 但事實上你Google 就Google到了 你看這個是2011年 已經125年 現在還要再加13年 他一直鎖在一個保險箱裡面 在這邊 他就是一個 沒有被輸租文字的東西 叫knowhow 叫營業秘密 那大部分的食品配方 都可以算是這個例子 因為他也沒有產品的生命週期 你說鼎泰蜂小紅包 也不會20年後就退流行 那你幹嘛用專利去文字化 然後讓他的保護期限 受到限制 反正他就是一個秘密 你吃進去 你也無法複製 去年看那個韓劇異能墨幣 裡面那個 裡面那個叫什麼名字 韓硝竹還是誰 他的舌頭可以長一個東西 就可以複製 那營業秘密就保護不了 就是很膩的東西 就沒辦法了 但是那個都是韓劇 所以你看配方不可逆的東西 大概都是用眼明明 你不需要把它文字化 文字化 人家本來就本來還不知道 你還把它文字化讓人家知道 這個就是knowhow 那很多實驗室裡面的 化學系的東西 其實都算knowhow 我常常舉個例子 我以前在專利事務所 通常專利事務所會有很多跟我一樣 比如說機械系的人 也有電機系的 物理系的人 很少有化學系化工系的人 看似是一種科系歧視 其實也不是 因為你聘進來 他也沒有案子可以寫 因為化工廠很少有什麼專利 他們都行事魔號 所以你請一個化學系的人進來 其實沒有什麼案子可以讓他發揮 商標就是一個品牌 你看這些都是商標侵權 星巴克是一個商業史上蠻有名的 商標侵權的例子 因為太容易模仿 這個我都沒有開玩笑 這都真的 Star Fox Buckstar Sax 都是真的 都是真的 這個就是商標近視 想要搭便車等等 這個你看這個圖 就知道什麼是商標 商標跟產品沒有關 跟服務沒有關 就是整個品牌business 那很多商標就是文字 公司的名字也會是商標 不然的話 你公司的名字人家可能可以取 就是商標 然後圖形 像右下角是哈佛大學的校會 有些學校的校會是身體商標 因為你要發行紀念品等等 那原則上商標既然叫商跟商家標 Trash Plus Mark 就是說你有商業販售 你有交易才需要商標 商標 商標如果 你沒有做什麼商業行為 其實不需要有商標 你畫logo 自己畫開心就好 其實他不需要去註冊這件事 他是有 我常常會課堂上說 同學們中期一生 肯定有很多工作權 肯定會有專利 如果你是工程師 你也一定很多know how 只是不人所知 但大部分一輩子都不會有商標 你又沒有創業 你身體商標幹嘛 你還要付 為付費 所以沒有要創業的人 其實是不需要身體商標 那我們那個USR logo 是可以身體商標的 如果我們開始會有商品 然後怕別的南部大學使用 一樣的 這個就是回到商標的事 你有附著標的 然後那個標的有交易 有流通 那個就會是商標 所以我說大部分同學 這輩子不會有商標 很合理 因為你沒有成為一個 based means owner 你何必需要有商標 著作權就是今天會花最長篇幅的 因為我覺得大學做的事都會產生著作權 然後USR裡面也都會有著作權 那著作權所有創團所在處理的事情 那個文化創意產業等等 其實都是著作權 因為創意產業的分類方式中 有一個就是COVID-19的分類方式 所以這些都是著作權 那我覺得著作權在台灣 最常舉的地方就是古阿末 古阿末已經被起訴了 他就是把這些電影去摘入成五分鐘 這個都是著作權 你看這裡面沒有技術 這邊就是他把電影摘入成五分鐘 這個就是一個著作權的輕權 古阿末其實蠻懂著作權的 他有study過 他之前有錄一個抗辯的影片 說他這東西是合理使用 但見仁見智 那是法律說的算 就是後來檢察官認定 沒有合理使用是起訴 所以你如果第一次聽說著作權 其實像這個就是著作權 一些文字創作 影像創作 藝術創作 都是著作權 那當然我們在USR中 就很多很多著作權 所以這些就構成了這個體系 那公平交易法 本身不是單一的權利 大概講公平的交易 比如說市占率過高 你有一些不合理的交易行為 就會歸到公平交易法去 我覺得有點像補不足之處 他是這五個法 台灣最晚出來的 補不足之處 然後因此我覺得 就可以用這個表格來做一個整理 就是說其實世界各股都成形 然後只要你是WTO會員股 都差不了太多 我常會跟修制裁的外籍同學說 當然他們看到的是英文版 我跟他們說 修這個課也不會浪費 因為你回到你的國家 其實這件事情是差不多的 是差不多的 因為除非你的國家不是WTO會員股 我不知道還有什麼國家不是WTO會員股 然後就回去之後發現完全犯一個世界 是不會的 你看他的取得要件就不同 如何取得不同 然後權利期間也不同 然後屬地主義也不同 待會我會特別舉著作權的期間 因為最近有一個很大的新聞 就是2024年1月1號以後 你老鼠就變光光彩這件事 新聞有報導 大概可以找到 這個事情有點複雜 等一下時間允許我講一下 那個著作權的權利期間 然後我就 大家以為我講完那個二分之一了對不對 沒有剛剛要開始而已 我稍微定義一些趁 因為我們等一下講社區的情境 其實會需要用到 專利是這樣 專利是要審查的 而且有時候一審可能會一年到兩年 所以 有時候因為啥計畫真的要是你專利 拿到的時候計畫可能結束 但是 但是無妨 就是專利是要審查 所以有時候不是我們跟社區 共同覺得我們有機會有專利 就會有專利 是政府決定的 那個政府就是經濟部 智慧財產局 他的審查 他要審查 然後其實不同的type的保護期間不一樣 那這個type 一般我們常講就是發明新型設計 發明新型設計 那我們概念上知道的專利就是發明 就是技術的發明 那因為我們在設計學院 也常常會highlight那個15年的那個設計 簡單說就是沒有function 沒有function的進展 但是你有設計上的改良 那個可以申請設計專利 所以你看我們也許可以這麼說 每一個公設系畢業的學生 畢業之前未必會有發明專利 他的畢業設計 但是應該都要有設計專利才對 如果你願意申請的話 不然豈不是浪費了這麼好的大學的4年的時間 就是你只是要物品全部部分形狀化結合 數學創作 應該每個設計學生都可以有設計專利 我們沒有申請是因為申請專利要錢 而且你也沒有要創業 你沒有需要申請 那發明專利就未必了 這門檻比較高 而且可能工學院比較有可能 保護時間不一樣 像這些 你說自拍神器 可不可以申請到專利 就看情形 看是什麼時候申請的 然後技術特徵是什麼 比如說把披薩分類 很多廚房的東西 可能都有專利 但是就是 就是看你的技術進步在什麼地方 上課睡著 避免被老師發現 這個也有可能 它有Function 我舉這個 看似不鬧的歷史 這個有錄影是不是 看似不鬧的歷史 我只是想要舉 你只要有Function 就有機會 就有機會 看審查員怎麼去衡量你的技術高度 這個感覺很好笑 他還是有可能會有專利的 那這個可能沒有Function 但是他就是典型的設計專利 所以其實 一個人 中期一三要有專利其實也不難 也不難 但是申請要花錢 台灣專利可能快一萬塊 我過去那個年代 日本專利可能兩三萬 所以你如果沒有要創業 你付那個錢幹嘛 履歷上可能好一點 但找工作也不一定 真的要幫助 好 然後到底是省什麼 就我剛才說 這些例子 到底什麼會過 什麼不會過 其實就是三件事 就是 它要產業上可以運用 這個比較簡單 然後它是新的 沒有出現過 所以沒有抄襲這件事 就是說 抄襲是一回事 就基本上專利就不會過 因為要新的 但是你不能 新的那是退步啊 那每個人都會 每個小朋友都可以想出新典子 那退步 所以你要有進步性 那大部分沒有過 都是進步性沒有過的 進步性就比較主觀 所以專利的審查 出現爭議啊 有一些再審查啊 術院後續 你去告資產局 都是因為進步性 怎麼認定這件事 那我舉 課堂上很簡單的例子 比如說世界上已經有這個椅子 不管有沒有專利 這個椅子就大家一定在坐 然後你發明了另外一種 幾乎一樣的椅子 就不會 申請專利就不會過 審查完 最喜歡看到這種Case 不用花時間 就幫你合作 因為他們的KPI 就是算建樹 就是 就很快就判斷了 這個就沒有吸引性 那如果 這個椅子大家已經在用過 然後你世界上 第一個發明搖椅的人 就有機會了 就看專利工程師怎麼去 我覺得他跟我們寫論文真的很像 寫論文你也是要說服余弱 那我以前的工作就是寫專利的工作 你就是要去說服那個進步性 搖來搖去到底有多好 你不知道審查 我也誤以為搖來搖去是一種痛苦的事情 那就是退步 所以專利工程師就是一個文字的工作 我不是後來念商管才離開的技術 其實我寫專利就是離開的技術 因為我們都在寫東西 你要去寫搖這件事的進步性的事 這個是一個例子 那比如說世界上已經有鋼杯了 你是第一個發明這個手把的 OK 這也是進步 你就是要講這個東西有什麼方式 有什麼便利 那世界上已經有玻璃杯 你是第一個發明鋼杯的 就看你的功力了 我覺得有時候生理專利真的跟你找的專利事務所 跟他給你的專利公司是有關的 就是我當年的工作 其實有時候技術沒有那麼絕對的 有時候就跟我們老師同學寫paper一樣 你真的就是在論述 那這個就是不會破對不對 如果是我就是不會破 以前現在大家用的杯子會破 所以這個是一個進步 那這個也不會破 如果出去考慮的時候 我沒辦法帶30個鋼杯 那我可以帶30個鋼杯 可以疊在一起 比較淺 這個就叫進步性 所以我們以前跟客戶討論 其實都是在了解他到底改善了什麼 然後就是因為吸引性比較好判斷 進步性的時候是討論出來的 所以你跟發明人討論出來 那如果反過來 世界上要先發明了紙杯 然後你是第一個發明鋼杯的 就看你的本事 比如說出去考慮的時候紙杯拿出來就扁掉了 然後鋼杯不會扁掉 這個時候就不會很重量 我們之後傻瓜的專業官司才會寫重量 這樣就會顯得你的不好 我們就是真的跟寫配布都非常像 比如說紙杯就是會扁掉 然後鋼杯不會 那玻璃杯就比較難的 玻璃杯就比較難的 就是油油王主 那以前我們有一個化工系的 他跟我說化工系好像我有說過 玻璃裝的水比較甜 玻璃裝的水比較甜 假設是這個就是Function 這個就有可能變進步性 因為你不能寫玻璃比較美 美不是Function 如果是美那個是設計中 在發明鋼杯看的是進步性 所以如果化工系的研究真的可以證明 玻璃的玻璃壁的材質跟水分子結合 然後喝起來比較甜 那個就有機會 但我一直沒有去考證 我不知道是不是這樣 所以你看順序很重要 所以當專業官司的壓力是在於說 你的客戶會一直push你時間 因為它是某一種跟時間競爭的工作 你什麼時候申請 其實跟你怎麼被認定其實是有關的 它的申請是在法律上是有意義的 好這個叫專利我們就結束了 那營業秘密我覺得在我們USA中 其實很多很多會出現 營業秘密其實是不用申請的 所以它之所以 其實我覺得在USA裡面 或是在各種合作案 專利跟商標都不太是問題 因為專業商標都要申請 然後要政府審查核准 所以一定是雙方討論過了 決定申請 然後有或沒有也是一般的燈業 可是大家看右邊這兩個 租作權跟營業秘密 它都不用申請的 它是條件符合就取的 所以其實我們跟社區已經共同 擁有很多租作權 也共同擁有很多營業秘密的 這個東西都是沒有法律去認定的 它就是看起來好像有 那營業秘密是這樣 就是你只要有維持它的機密 它就算符合那個條件 就是說我舉一個例子 像我們幫社區開發 比如說開發他們的人民料理 它本身是有商業價值 所以符合價值 然後它本身不是所有人都知道的 因為本來就不是所有人都做了出這個東西 它是有秘密性 然後我們也有保護它 它就算營業秘密的 非常容易達成 我常常說那個比如說 好像要很有技術的 其實補習班的學生聯絡電話 可能也是營業秘密 如果競爭的補習班去競爭對手 偷學生的聯絡電話 你就可以告他出辦營業秘密法 重點是偷這件事 因為學生的電話有商業價值 學生的電話是個秘密 沒有人會知道 所以這件事就符合業秘密 所以食品配方當然都是 食品可以賣 然後食品本身配方 它是個秘密 那它就會forever forever 直到有一天被公佈出來 不管是有意 不管是你公佈或是別人公佈 不管是有意公佈或是無意公佈 反正只要被公佈出來就上市秘密 唯一差別只是 別人有意公佈你可以告他 別人有意公佈 就什麼事都沒有發生 就是你人生的好日子就 到現在秘密已經失效了 所以它很不Stable 相較於專利 它也不需要審查 不需要申請 然後它只要上市機密信 就是它只要不符合上面 它就比較厭密 或是它上市商業價值 類似的 它就比較厭密 所以我們都會舉食品 最容易想像的食品 然後可口可樂真的有話說 有一個鄉野傳說說 可口可樂的最高階的商人 不能坐同一班飛機 鄉野傳說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因為就是我覺得那個有點 有點Storytelling 就是怕飛機墜機 然後就視訊 其實沒有 你等一下Google 你就會找不到可口可的配方 它沒有那個神秘 它現在是靠商標在保護它的這個事情 然後實務也是 然後我說專利事務所都很少有化學背景的 也是 就是大部分化學的開發就不申請專利 幹嘛公佈給別人看到 那有一間蠻有趣的trail就是這樣 就是說你看 如果你是世界上第一個方名談謊的人 你可不可以不要公開 你想要賺錢賺一輩子 然後你不要申請專利 其實是不行的 你非申請專利不可 因為你這個東西屬於一望集資的東西 它沒什麼好 跟那個韓孝舟長晚之後 可以還原不一樣 就他一看都知道了 所以沒有什麼秘密性 你非用專利保護不可 這是他的專利 樂高有很多專利 你說樂高為什麼不用一夜秘密保護更久 因為他的東西只要買回來 打開來就知道what happened 所以這裡面有一件事情是 是還原工程這件事情 其實有一個我覺得在商業決策上蠻重要的事 但也是common sense 就是說你的idea如果是可以被還原工程的 就是說我看到這個我就可以自己做 我看到這個我就可以自己做 你一定要用專利來申請保護 如果會過的話 可是如果你的idea是沒辦法被還原工程的 大家每個禮拜吃兩次也做不出來 大家每天擦你的包裝品也沒辦法還原 那其實你不需要自動公布出來 你就用NMU保護就好了 其實這個是商業上的一個判斷準則 就是還原工程 然後我有時候會舉那個舞台表演工作者為例 就是以創意產業來講 這個就見仁見智 有些魔術師會申請把他的這些 trick申請專利 他就是不怕被你知道 但是他禁止別人做一樣的表演 因為我有專利之後我能表演 但是他不怕觀眾知道 但是也有些魔術師想法是相反 他不公開到NMU保護 然後他的想法就是說 可能不會有觀眾知道我是怎麼做到的 因為我沒有公布 可是他的風險就是 別的同行如果自己看出來了 那他就可以模仿 因為這是NMU 這不是法律給專利的保護 所以我覺得都有 我自己查了一下 其實都有 有些魔術師會有專利 有些魔術師其實就沒有 他有專利還要看他有沒有進入性 你是不是會負責 好這個就是NMU 那再來就談商標 商標是一個 比如說我剛才說USR的logo 商標是要註冊的 他也是要審查 他會審查你是不是 已經有市面上類似的商標 有近視等等 然後商標其實也是forever 因為他每10年會通知你一次 你要不要renew 那你可以無限renew 你renew10次就是100年 所以商標也是一個forever 這裡面 營業秘密是forever 然後商標也是forever 那專利跟SURGE不是 那專利相較於別人特別的短 其實並不是沒有原因的 因為技術這個東西 有他的life cycle 其實我自己知道一個數字 當年兩學生的時候 聽說大部分的專利的平均壽命 只有7年 就是說發明人願意花錢去維護 平均只有7年 其實沒有到他的終身壽命 因為7年後你就發現 好像也市面上也過時了 用不到 所以專利相較於別人 文化資產比較低 也不奇怪 就是技術的那個 採換率比較高 好 那商標就這些 就是商標 那商標我想舉一些比較特別的 就是說其實商標不完全是 logo這些事 其實顏色也是 也可以當商標 就是你的顏色產生識別性 如果今天有另外一個電池 想要做金色跟黑色 其實是會被金頂電池搞的 因為他有顏色商標 那他們都有顏色商標 他們都有顏色商標 你今天要開一家 開一家雜貨店 然後用那個 用那個綠白欄 全家就會寄綠色信給你 然後很多同學想得很快 他說那我用綠白欄開一家 KTV可能可以 這個就看情形 看大家會誤認為 是全家開的KTV 或是不會 那我覺得這也要看 全家當時指定的類別 有些那個申請者 他會指定比樣他的 他的scope 去防堵未來 那如果他有娛樂事業 那KTV可能也不行 但是多半知名的 知名的這些顏色 大概都不行 因為一定是代表你要搭便成 你很難在法院說 你沒有要搭便成 然後大家有沒有感覺 為什麼7分裡面的巧克力 都沒有金砂這種形狀呢 為什麼都沒有人做一樣的台北101的紀念品 為什麼走進7分都沒有長一樣的可可的瓶子 或是那個Sandori的腳瓶 因為他們都是立體商標 立體商標其實就等於設計專利了 所以那個 腦筋動物塊的大家 你有沒有發現 其實如果我設計專利15年到期了 其實如果你同時有立體商標 就可以再無線保護下去 因為商標 這個有點像制裁策略 商標是永久的 所以立體商標幾乎就是等於設計專利 然後這個也都有立體商標 雖然據說麥當勞已經在全世界開始撤掉麥當勞叔叔 但這個都是有立體商標的 然後聲音是比較新的 在座可能老師們跟我年代比較接近 像左邊那個你們老中想必出現了某個聲音嗎 我應該有 哎笑的就是年紀比較大的 就是獅子的紅色 那個是米高鎂 米高鎂他有聲音商標 然後右邊年紀比較長的 應該出現了一首歌的旋律吧 對不對 右邊 哎大家開始假裝假裝沒聽過 那是米高鎂 那個是那個是聲音商標 就是你不能用那個旋律 那個旋律 大家都好像沒聽過的樣子 好我舉幾個例子 這個都是臺灣 沒錯沒錯 這都是臺灣 老林老師非常名的 哎哎這裡好像沒有開聲音 所以沒關係沒關係 就是綠油巾是一個聲音商標 綠油巾 綠油巾 然後這個 那個都是聲音商標 那聲音商標你要申請的時候 你要送五線補進去 送五線補進去 然後這邊因為沒有聲音 這邊臺灣第一個聲音商標是這個商標 這個不好哼 哼哼哼哼哼 哼哼哼哼 真的不像 是intel 就是你 你要intel的CPU開機的時候 會有那個聲音 那個它可以 這個是臺灣第一個聲音商標 是intel 就我們本土業者都還不太熟悉這件事情的時候 intel第一個來臺灣註冊的聲音商標 你看已經 它如果一直renew的話 已經renew兩次了 沒有已經renew一次了 然後現在2024年 又快要renew一次了 2015年6月16 所以聲音也是可以的 那 我覺得我們USR如果沒有做到business 其實未必會跟這些有關 但是如果USR產出了business 比如說像Best Best有點像類創業或是工作室 其實這些事就會跟Best有關 因為Best開始如果有它的服務 它開始要表征它的身份識別 就會跟這些類別有關 這個是商標 商標也非常單純 那有一個最近蠻有趣的新聞是這個 日本吉英社申請這個pattern當商標 大家有認出這個什麼 鬼滅之刃 我們剛剛年紀差距就出現了 鬼滅之刃 它把那個鬼滅之刃裡面的角色的衣服 要申請pattern 意思就是說大家以後不能這個pattern 然後日本智慧局就要審查 那審查出來是這樣的 就是它審查出來這個不行這個有 那這個不行的原因是因為它沒有識別性 它說 它說那個在 就它說它覺得那個是以前 江戶時代就有那樣的pattern 就是說但是這個的確是 這個的確是新人 這個的確是有識別性 所以左邊主角啊探製 他們的pattern其實沒有成為商標 但是右邊這個可以 不過老實說他們就是要用左邊的 他就是要用左腳的去運用 所以其實審查委員也是很公平的 他會去看這個東西的識別性 是不是跟過去的 這個常見的pattern 是有差異 我這邊有寫 他說江戶平安時代 其實就已經有棋盤葛跟麻葉圖案 其實作者可能只是 inspire從這個以前的pattern 這個是我在異大世界拍的別的小孩 他穿著親全的衣服 沒有這個沒有 這個沒有過商標 所以這個是ok的 這個是ok的 就是說 因為這個是 這個是探自然的衣服 所以但是如果 你看到這個衣服很喜歡 你也可以回家自己做一個 你也可以回家做裁粉製作 因為這個沒有準商標 那如果這個小朋友 他穿的是右邊的衣服 你就不能自己做一件 因為他就有商標 所以商標的世界就是這樣 商標一定是衣服在特定的產品物件上 所以我們USR計畫 如果有產出我們的紀念品物件 那個logo就可以使用 然後就可以用商標 如果沒有商標就是別人也可以使用 那一樣可以打在我們的商品上 好 那最後就是著作權 時間掌控才差不多 製作權 製作權是一個很麻煩的事情 就是我們每個人其實都 永遠製作權 也都侵犯別人製作權 製作權太容易取得 你完成製作權 那你到底有沒有 其實你也不知道 那他只看兩件事 就是原創性 非常非常低的門檻 Originality 這個東西是你自己創作的 然後他有一點最低 最低限度的創意 就是 不是 我舉個例子 我現在如果 走到那個窗戶 那些形式 你就可以符合 製作權的積極要件 所以雖然不用申請 但你心中是有補充 很多設計學院同學的期末作業 大概都有 你都擁有你的製作權 你自己做的 然後 設計學院的作業 不可能沒有creativity 然後你的作業一定有某種圖形 攝影師 像大家期末都會拍影片 助教會拍課程影片 那個都是製作權理論上 雖然老師們都 你沒拿來放 但校園都是合理使用的 所以是ok的 這個就是製作權很簡單的要件 那你看 所以所有文創商品都是用製作權來保護它的 那你看中間這個 其實所有商標基本上也都有製作權 所以這個蠻特別的 就商標是 你畫一個東西去註冊商標 那你畫那個東西 本身完成的當下 它也有製作權 所以我畫了一個 一個Apple的logo在這邊 然後你看 你有時候覺得 可能沒有的其實都有 其實都有 舞蹈、雕刻、書法、工藝品 都是不管是2D、3D 都是製作權 電腦程式也是製作權 演講、建築、空間圖等等 那你可能會覺得很 這個我等一下再講 就是 什麼叫做沒有緣跟沒有創 其實在法院的判例中 是有一些判例的 什麼叫沒有緣沒有創 比如說 這個 大家可以裝不知道 因為的確很久了 我們 小時候有電話簿 你去翻譯電話簿這件事情 可能就沒有情緒 因為電話簿 電話簿沒有創意 就是排序 電話簿沒有創意 所以 真的有人去翻譯人家的電話簿 其實不會被告的 因為電話簿本身這個源頭 是沒有製作權 是沒有creativity 那什麼叫 什麼叫沒有originality 沒有originality 就是不是你自己做的 這個在台灣曾經有一個 跟原住民有關的判例 你是那個雙頭蛇 雙頭蛇 那 好像也是一些文創商品 然後使用的 我不確定是不是布農族 就是使用了某個族的圖騰雙頭蛇 然後 族人有提起著作權的 這個告訴 但是這個雙頭蛇 就是一個很簡單的 部落中英常看到的 某種符號 symbol 然後這個判例後來就是 是沒有著作權侵權 因為原始物件並沒有 並沒有具備著作權 他不是 他不是這個 他不是這個 控告人自己的 他不是權利人 他不是originality 而且老實說 就年限來講 肯定已經過了 所以偶爾也會有 沒有符合originality的情況 那我常在 快速的talk中放這個影片 這個是這樣 大家知道圓周率 3.14159π 那圓周率可不可以拿來演奏 可以啊 因為1 2 3 4 5 6 7 就是Don't let me see 所以有一支影片 欸 這裡沒有聲音 沒關係 反正就想像有一個聲音 What's Pi sounds like 其實其實是這樣 就是說 有一個人 他很有創意 他把那個圓周率 他把圓周率變成一個 他把圓周率變成一個一個旋律 就是 3.14159 只有 mi do fa do so 然後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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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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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也是我自己没有看 类似这个 好 我拍是一个悲伤的音乐 就在看 好那这个所以所以我其实有有点想要讲一件事就是我们其实不是什么东西都有一种作权 我们创作者有时候会能一生气或是觉得被人家模仿抄袭 但是老实说不是所有太阳理性的东西都有作权 还是会有回到 Originality 跟 Creativity 这两件事的身上 它相较于专利没有那么明确的门槛 那还是有的 还是有的 而且作权有一些比较复杂的今天不会提到 它保护的是一种表达 表达 所以如果你看到别人的作品 被触发灵感的 然后你用另外一种 媒介去表达它 其实它未必会侵犯出入群 比如说你今天看春上春树的小说 然后你是一个广告导演 然后你把春上春树小坤的某一个桥段 变成你拍MV的广告中的桥段 其实这件事情 未必是 侵犯作权 因为作权保护的是那个表达的形式 这里面也 虽然很多 我们创建我们所谓的致敬 致敬很多也是有侵权 主要是因为 权力人都被你致敬了 也不好意思再来 控告你这件事 但是也有些不是的 也有些致敬是 你用你自己的 形式跟媒材去呈现一样的概念 作权没有表达 没有保护概念 是保护表达 所以我这边想要讲的就是说 未必所有东西都是有侵犯作权 那你看有一些东西 大家看下面这个红色的字 这个就是我们的法律文字 别的国家也一样 因为 立法者永远追不上 世界上的创意 我像电脑词是著作这六个字 也是后来来加的 那你可能会想说 那我来专的法律漏洞 我去模仿别人的刺青 模仿别人的珠宝 或是做一些特殊的创工 约翰兰隆咖啡洞 我批豆式 这个应该 不能假装你看过 就是 录音带的磁带 周杰伦等等 其实你看这些都是规范不完的 文字中都没有这些东西 它是不是就是一个法律的漏洞 其实不会的 大家看这个 就图形 图形 它叫英文叫 Pictorial Pictorial War 它就包含大部分的世界上的诗人 因为我们是视觉的动物 2D 3D 所以 图碑有一些 我觉得AI会开始稍微扰动这件事情 我最近有一门课 也想要探讨这件事 但我觉得过去的这些著作形式 其实你跳脱不了图形这件事 图形就包含几乎所有事情 你看像这个例子 这个是那个 Apple打开他的作业系统 会出现一个时钟 这个时钟其实我当时设计的人 模仿抄袭的瑞士的 瑞士的那个 联邦铁路的时钟 然后他们Apple也很大方承认 所以Apple有付了一笔钱 因为他们不想要再去改 那个作业系统 那你说这个算是图形 我觉得图形著作就包含所有事情 然后你说 这个是网络上不知名的图 你用那个 你用那个iPod的壳子 去当那个香烟盒 这也侵权 这也侵权 你说Apple没有 这里面没有专利 Apple没有申请商标 但是就是图作权 图形图作 然后这个蛮有趣的例子是 早年在中国大陆的山寨机 很多会用法拉利 或是车子的形状 去当手 这个是手机的形状 那 假如法拉利的商标 法拉利会申请地体商标 然后在中国 如果他们有指定手机 这件事情的话 他不是就 就完了吗 他不是就完全无法 主张权利 不会的 他还是可以用自己 著作权主张 他侵犯法拉利的 车型的著作权 但这件事也没有发生 因为我曾经在课堂上用这张一个作业 然后从学去搜寻 其实法拉利 不是普通的公司 法拉利在一开始申请的时候 指定的商品类别中就用手机 法拉利在20年前就遇见了 有一件事有一个叫山寨机 然后你会模仿我的车子的形状 所以他有 他有这个category 所以商标也可以主张 制作权也可以主张 好那我只是要说 其实不用申请的制作权 也有可能可以保护你的图形 好那我们看一下这个 最高可以达到500 这个这个是一个例子 就是说你也不能随便用那个 你也不能随便用 用用那个 动画的 动画的图来当 我用小声音 你也不能用动画图来当你的各种设计 因为你会觉得他好像没有辅公制作权 其实其实是有人 他比如说这个 这个就侵犯 做个问题 最高特别达到500万 这个小小兵 做个卡绒 手机的点小小 特别的 许个各位 去做5GC 这上会没钱 电三位 那民众战区整个通道 大家的脖子 书分很小 信不连连 我天啊 我天啊 手机变加万什么东西 让民众美食不好 甚至拿起手机门拍 这个就侵犯 他的著作权 就是 就算他没有 申请商标 然后他没有做任何的事情 但是 有一天如果他想要主张的时候 他就是图形著作 完成就已经拥有了 不过这个事情虽然心很棒 但我想也没有上什么法院 那觉得为什么 因为 因为权力人根本不知道这些事啊 权力人 小小编是日本人吗 还是 反正 反正美国 因为他如果不知道 因为制作权是 制作权是告诉买论 所以权力人不知道就没有发生 好 那我觉得我们在学校跟很多事会有关系 比如说 编辑著作有没有著作权 其实是看你怎么编辑的 你的编辑中如果有加入你的原创性跟智慧 他本身就会产生著作权 我们常常需要编辑东西 那你看我举个例子 比如说我们USR办公室把 社区 10个朋友的文章结集成出版物 那 10个朋友一定有著作权 他是文章写作者 那USR办公室有没有著作权 就是编辑著作 那就要看你怎么编辑 如果是第一篇到第十篇定在一起 那可能就没有著作权 因为我们没有原创性 但是如果 这10篇文章的编排顺序 加入了某一种Storytelling 或是加入了某一种办公室的高度下 看到的某一种 微纳分类 那这一本报告呢 办公室也没有著作权 但是就像我一开始讲的 办公室有著作权 不代表10位社群朋友没有著作权 他们当然还是有啊 他们是写文章的人 比如说像 佩莉有写的 有参与了一本那个马祖志 谢老师的 你其实是有著作权的 然后 谢思源老师应该也有他另外的 编辑著作权 因为他有把你的文章 重新做一个整理编题 那电话簿就是一个反例 电话簿就是 电话簿就是一个没有做什么 你不能说你很辛苦 这个是法律用 不考量辛勤原则 你花了5年才编辑成这个电话簿 完全不是issue 我们要看是不是有 创作在里面 我小时候有一个书 我现在可能比较不热门 读书馆其实应该是有的 历代诗词明具西藏太原 然后作者叫吕智阳 他是台湾著作权法 历史上蛮有名的判例 是这样 就是 我自己小时候 因为小时候要写作 我有买这一套 他就是这样 就是那个吕智阳先生 会把伤心朋友的离去 然后的历代唐诗诵词的 里面有这个 试图不顺利 历代唐诗诗就整理 写作文蛮好用的 那他这个东西后来被人家侵权翻译 我侵权翻译 然后就是另外卖 然后他就很生气 一辈子的心 他就告那个 不知名的人 然后不知名的人就主张 你这个东西叫编辑著作 没有著作权 我只是翻译了一个没有著作权的东西 就像我说的 世界上的东西不是都有著作权 但是这个是蛮有名的判例 就是后来他胜诉 因为他有creativity 他把仕途不顺的唐诗诵词 总共78句给合起来 这件事情 我买这个是因为我觉得这个写作很有帮助 我是买吕智阳先生的心血 不是 那那个被告是说 你这些又不是你写的 你都是古人的 也没有著作权 可是他的著作权来自于他的那个 编辑的原创 我觉得这个在大学的业务上 有可能会 会跟这有关 那 历代 你说以前 我不知道现在有没有 以前都要被狄克森骗语 不是英文 狄克森骗语 就是一个 就是一个可能没有著作权的书 可是如果你有背诵的口诀 那又出现著作权 就是关于你自己有没有用著作权 历届领导士庭也是 然后我觉得 我们最会遇到的应该是共同著作 共同著作就是 包括那个期刊都是 因为学术产出常常不是个人的 所以就会有共同著作 那共同著作就是 大家都拥有著作权 大家都是著作人格权人 然后这个著作 这个paper 后续的有没有商业化 要每个作者都同意 我每个作者都同意 那包括像 儿童绘本也是 我常常写文字跟画画的是两个人 他就是共同著作 我觉得在我们 计划很多产出都是共同著作 那共同著作的 讲一个题外话 就是共同著作的 著作到什么时候才到期 因为前面有提过 著作是著作的人 去世后50年就到期了 那共同著作就是有 比如说有5个作者 要怎么看 就是看最晚 离开那个人 所以老师跟同学共同发表 是有好处的 同学又会多活50年 这个实际上真的是这样 因为在 在 等一下我会举例子 在文化创意产业中 其实有这样的case 就是共同著作 然后有一个作者去世 其实其实他连起算 50年都还没起算 我因为另外的作者才还活着 那学术界是真的有这个issue 就是师生共同发表 就是看比较晚 老师不一定比较早 离开 就是看比较晚 离开的那个著作 那同书同书也是 那我觉得我们 我们执行计划 或是在我们 有生之年 大概不太会遇到这个issue 但是我们会遇到就是说 这个著作的在应用 从事 会变成所有作者 都要同时同意 所以我们常常会 如果 如果我们原划计划开始 产出 制裁 开始有后续的家族应用 大概会有很多 签名的动作 有一点可能像繁文录节吧 但是他可能就是需要的动作 会有很多签名的动作 比如说 这一本马祖字有12个作者 然后等等 然后他后续要再把什么 请人里面都会又收到一次签名 这就是签名而已 就是你同意 那如果突然有一个人 中间交二我想签名 那就 可能就不能够重音 不该把他那边拿掉 我通常就把他那边给拿掉 就是你要大家一起一起同意 这个叫贯能处作 贯能处作这件事情 就会牵涉到 文化创业产业中的 文化创业产业的茁壮成长 其实跟二创三创 是有关的 二创三创是我们今天的 俗名 那在法律中是叫 衍生性创作 disruptive work 衍生性创作 其实就是 有人创作的第一个 小说然后后来变成 漫画变动画变game 变电影 那 越往后的都要负 全力金给前面的人 就是二创三创四创 二创三创四创 这个没有什么负面的意思 其实文创产业的 发达就是靠这个来 那其实它是需要 国家的智慧产权 法律体制要健全 文创产业才会健全 像日本就是因为 IPR很健全 所以他们的ACG很健全 就是通常是漫画最先 然后动画 然后game 那 这个就是我一开始举的例子 外面外面的 你说开发游戏的人 你也有游戏的著作权 但不代表你没有侵权 因为你会侵犯内圈的人的权利 所以会有很多 会有很多箭图 就是有很多外面网内的箭图 授权给中间的人 所以中间都是最有钱的人 左边是韦田 荣伊朗海贼王的桌子 右边是J.K. Rowling 阿里波特 他们只是没有公共财产 他们在一个健全法律体系的 日本跟英国 他们其实应该都很富有才对 因为他们 看得到的外圈都非常多 所以一定都会 一定都要授权给他们的人 他们就是会一直授权力挺 所以你看他们两个都没有在冲作 对不对 因为就是 友情就会变得比较 比较少 少活动 等等 没有啦 海贼王还有再继续 好 那 再来我讲一个就是米瑶鼠这件事 这个事情在我们USR 可能比较不会遇到 但是我觉得这个事情 算是一个也蛮重要的议题 我就是 著作权 我觉得 没有 这个这个USR会遇到 就是著作权 有分 人格权跟财产权 人格权其实就是 到底是谁做的 这件事 永生不变 永生不变 你不能放弃你的作品 你如果羞于承认 那就把它隐藏起来 你不能放弃这件事 这件事 法律不允许你 放弃或移转 就是谁做了这个作品 这个叫人格权 永久在你身上 财产权是很常移转的 什么叫财产移转 就是我是作者 我没有商业能力 很多有才华的创作家 可能有色恐 他可能不擅长做生意 他明明产生很好的IP 却很可惜 因为他不擅长交际 而没有办法获益 所以这个时候很简单 就是你还是有你的人格权 然后我签一个合约 移转给某个公司 某个经纪人 或是某个主动 来跟我联络的前客 然后菜单品就在他身上 他帮我赚钱 然后就看我那个合约怎么写 合约很重要 如果你 签错了就被骗了 合约之后决定怎么分论 所以你可以 你可以继续创作 然后你还是色恐 但是你会有分论进来 因为你的移转 和财产权人帮你去赚钱 那财产权人 财产权人可以 使用这个财产权 直到这个作者去世50年 现在全世界基本上是通用的 米老鼠的case 待会儿在 待会儿再谈 然后 人格选是这些 就是说基本上就是跟你的身份有关的 就是就是你的 然后别人不能改你的内容等等 台湾有一个蛮有趣的case 早期有一个制作人叫杨佩佩 制作人 就是在座大部分都很年轻 我觉得天龙八部会不会也已经有点 过时了 天龙八部有三个主角 然后就是乔峰虚竹断育 然后金庸授权给杨佩佩 这个是我录影的是不是 金庸授权给杨佩佩 然后杨佩佩 但这个都是公开的资料 杨佩佩可能要省钱 或是怎样 杨佩佩把虚祖跟段玉合在一起 所以三个男主角剩两个 所以虚祖 段玉虚祖跟段玉的故事线 都是由同一个角色来进行 我觉得就是 关里节 我现在还有还有在演 这件事情 其实侵犯了人格权 就是禁止不当变更 金庸是把财产权 移转给台湾同队 然后拍连续剧 用发布 但是但是没有要 就人格权不可以移转 就是说你不能 你不能再没有同意下 你的同意可以 没有同意下 你不能去做 禁止不当变更这件事 所以这个就有一点变更了 但是你跟对方 著作权议讨论好 那又是另一回事 所以这个叫人格权 那财产权就是这些了 凡是所有重置 复制 获利的事情 都叫做财产权 那 USR只要走向商业化 不管是我们学校 或是社区朋友们 都会面临财产权这件事 就是开始有 复制 因为复制才会获利 这是商业 通质 复制 复制才会获利 好 我 对时间 我快 这样 然后 然后接下来就来到这件事情 就是说 现在就是死亡后50年 所以 以前有同学们过一件事情 如果著作人格权人 把你的著作权权授权给别人 然后你们决裂了 你到底还有什么手段 可以限制他 有的 就是早点死掉 我想真的 就是 你可以 你送钱出去之后 你唯一的控制就是你的寿命 他可以用多久 是决定于你的寿命 这件事情是 是不能一种 所以 虽然是在开玩笑 就是说你一种注意 如果你后悔了 理论上就签约了 我不能再一种过来 可是你可以 藉由你的离开世界 就是他就要开始起酸 他可以用多久 看试试看完下 但是是真的 就是说 你还是拥有这个时间的控制权 因为这件事情是 跟在你的寿命身上 跟在你的人格权身上 好 那我们回到社区的issue之前 最好讲一下这个米老鼠这件事 米老鼠 2024年1月1号 两个月前就变全世界的公共财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这件事情其实有点复杂 我有稍微study一下 这件事 迪士尼是刷米老鼠的人 然后他1901年出生1966的去世 米老鼠是1928年创作 所以总共有三个年份 这三个年份是怎么算的 会算到2024年 变公共财 我其实是这样 有点复杂 我不知道最近这两个月 有没有其他人在讲这些事情 美国在1978年 有修著作权法 所以呢 因为不能塑取既往 所以就分before跟after 那1978年 以前的著作啊 就是以著作 创作日来加75 然后1978年修法后的就跟全世界结轨 跟他一样 是以著作人去世后加50年 所以有两种算法 看你的作品是 78年前完成 和78年后完成 这两个 其实计算出来 结果是不太一样的 除非你是在你生命的 到处25年创作 那就会对齐 那这件事情 OK就只是一个 before跟after的差别 可是1998年 那个时候 已经在学校有上课 我有记得这个事 那个是全世界蛮大的新闻 就是迪士尼公司 生气了 生气是什么原因 OK 我先讲一下 所以1966这个数 就是没有意义 因为迪士尼是在1978年创作 所以迪士尼什么时候去世就不重要 是1928比他重要 所以迪士尼 迪士尼什么时候会到齐 你看左边1928加75 就是2003 所以2004年 迪士尼公司就生气了 智慧探权权 制度到底怎么搞的 我们的金鸡母 竟然就要变成公共产 所以他们就发起了国会的游说团 当时是柯林顿政府 就是别的柯林顿 柯林顿政府 然后因为是大企业 比如说你不修法延长 你就拿不到我们的票等等 所以柯林顿就就就修法 所以呢 1998年 有一个法后来戏称米老鼠保护法 就是统一加20 统一加20 所以 所以before就会变95 然后after就变70 全世界只有美国这样做 我说美国这样 我以前在学的时候 觉得就是很啰嗦 我觉得美国跟人家不一样 因为美国就是 国会的压力 所以70跟95 那今年121号发生什么事 因为光阴事件 岁月如说 我也大学毕业27年 所以时间到了 我们已经到了 其实你看 1928加95 又到了 2023年就到了 那这一次 迪士尼也不好意思在游说了 因为实在 实在很难看 75变95 变115 134 所以没有了就结束 他们不再游说了 所以这件事情 就就就停了 所以 美国从此就是 至少现在就是固定 就是1978年后的创作 就是去世加去世 1978年以前的 大部分现在的老 老作品就是创作日加95 20 20 对 200 2004年1月 2024年1月1号 美妖署被人观光彩 那这个是什么意思 这个就是比如说 都记系要 印一件T恤 庆祝 校庆 然后呢 就会用米老鼠当T恤的图案 如果你不来问我 我会建议不要 哪些不要 但是 概念上是这个意思 概念上就是说 你现在用T恤 你可以用米老鼠 那为什么我 我会建议不要 其实是这样 最近有很多人讨论过了 就是 其实迪士尼宣称他们一直在改 一直在改 他说 你可以用我只有左边那个干干扁扁 那一只而已 那个才是 那个才是到齐的 后面这些都有改 包括 包括最早的 米老鼠没有戴白手套 所以如果 都记系的 校庆的T恤上有戴白手套 就会收到律师函 因为他是后面的 创作 这个是 这个是一个比较 比较 可能相对赖皮的说法 可是有一个 比较法律上 正确的见解 是 你看 网络上 你会 Google到很多这个眼睛 都是 都是这几个月出来 比较正确的说法 是商标 是商标 因为其实 这个 我们说最早 这个气传为一号 这个 受送的这个 米老鼠 其实迪士尼有申请商标 商标是forever的 那 这个问题会变成什么 就是 就是 如果 都记系的T恤 会让人家误以为是 迪士尼的商品 你就会收到商标 侵权的律师 那如果你米老鼠下面写 Urban planning 然后那个字比米老鼠还大 可能就safe 我是讲真的不是开玩笑的 就是说 因为Urban planning的字比米老鼠还大 米老鼠甚至就是一个小logo 他没有要 指示这是迪士尼的商品 这是商标的意思 他没有要指示这是迪士尼的商品 那就safe 你就是用 可是你要用这一只 我不可以戴白手套 不可以戴新帽子等等 所以 所以有一个 就是一个杜克大学的 法律的一个 一个女老鼠画的图 就是最近这一个月 其实大概像这样 我觉得 所以我建议还是不要就是这个意思 就是说 2024年开始之后 这一只老鼠 我们变public domain了 但是有两个魔物地带 右上角是 你要用的很像才行 不然迪士尼会说 我后面的米老鼠还没到期 另外一个就是你不能让人家 你说你用这只米老鼠去开KTV 大概就不会认为是迪士尼的周边商品企业 就是春吗 不然的话 你用这只米老鼠 然后去做T恤 迪士尼有粗T恤 那他会被认为你在搭商标的鞭车 会等等 所以你没有侵犯制作全场 可是你侵犯商标法 大概大概是这样 好我加紧速度 来讲一下 那这个就不特别讲 这个这个是我以前上课的梗 直到两年前 第二位也去世了 就是 Dolai Mon的作者 藤子伯雄是两个人 是两个人 那那个藤本宏因为肝癌 在我 也不能说小时 就是在96年就去世了 那安德里苏旭蠻常说的 可是 我这个投影片用了 十多年 但是他他2022年去世 所以他们现在就开始起算 我十年的 我大概是这样的 那腕皮豹也是 腕皮豹第二位也去世 两年前 所以开始起算 大概是这样 那最后两样属地主义是这样 属于主义其实就是很简单 就是 专利权只保护 你在台湾 商标权只保护你在台湾 述作权可以跨国诉讼 年月秘密可以跨国诉讼 这个叫属于主义 那为什么会 yes yes no no 其实也很简单 因为 因为这两个要审查 所以一定是 是摆 摆政府 就是说台湾政府审查你过 不代表你到日本还有那个商标权 因为日本政府为什么要follow 台湾政府的审查呢 我又 我又没有跟你有隶属关系 可是 出动权跟移民全世界 WTO底下的法律概念是 是相同的 所以他都不用审查 他是他是自动产生的 所以他是 他是没有属于主义的 所以你看 给大家看这个 像哈利波特被盗版 然后那个J.K.罗林的 经纪公司跨海提告 可以的可以的 这是著作权 没有什么审查 申请因素 跟国家政府也没关 跨海诉讼 蒋伟 蒋友国在台湾出了一本 悬崖那边的贵族 然后因为 呃 大陆的读者 非常有兴趣这本书 他是蒋介石的曾孙 所以 在他刚出版 繁体制的时候 就简体制的 简体制的 蒋家王朝明明表达 然后他就跨海提告 跨海 就是台湾大陆 跨海提告 因为这个 这个跟 跟国 国界没有关的 这个就是 就是 没有 没有属地主义 然后作为两个主义主义 但是我想 USR不会碰到这个 好 那我 我最后半小时要讲 讲那个 社区之前 我觉得可能 不免补充一下 肖像权这件事 因为我觉得 可能这件事情 虽然他不是 他不是 智慧权权 但是他可能是我们 大学的角色 才会 touch到的肖像权 肖像权 你看 林心如被盗用 养颈 被盗用 然后 推荐某种化妆品 这个就可以告肖像权 那肖像权 其实不是 智慧材权权 也不是著作权 虽然他很常常一起出现 肖像权是民法里面的人格权 就是你出生到死亡 这段时间 你有你的脸的这个人格权 别人不能任意使用侵犯 那为什么他会常常 touch在一起 我都会举婚杀这件事 当地址 我看很多法律戒的也都会举婚杀 因为婚杀很好的描述这件事 婚杀 婚杀照里面 新郎新郎有肖像权 那是你的脸 但是老实说这张是没有的 肖像权要看得出来你是谁才有 那摄影师有著作权 摄影师拍照 所以 它是一个恐怖平衡 如果婚杀照 要再出版再运用再赚钱 要两边都同意 要新人同意校章权 所以再运用 然后要摄影师 你自己新人要再出版 你也要问摄影师 因为摄影师有著作权 它是一个双重的平衡 那我自己的婚杀有被问过这件事 就是我有一张婚杀 然后摄影工作室想要把它射出一张防护 我可能觉得比较帅还是什么 然后他有打电话问我 然后我说OK 所以就问 但是老实说 在我的法律见解中 其实他是不用问我 因为老实说 跟帅没有 因为那张我脸根本看不到 那张是我跟我太太的侧面 然后很远 他只是觉得风挺开 所以在这个case中 其实他不用问我的 我没有拥有那一张的肖像权 所以他自己有作权 他就可以运用 他可能就是礼貌 比较诚心完整一点 那这件事情 我觉得我们在社区工作 很多时候面对的是普通朋友 这件事情值得谈一下 就公众人物跟普通人 林志玲跟随便的一个普通人 不太一样 我公众人物的肖像权 主张的权力比较低 因为你是公众人物 政治人物明星 所以你在外面的活动 被人家拍 然后人家拿去使用 其实可能还ok 你不太能够主张 但是我们如果拍社区的朋友 然后我们后来 出版一些手册等等 有正面的大头照 这个其实 人家不是公众人物 我们可能要询问对方一下 那 可能不是那么难的事 因为大部分人不一定 就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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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会不希望 就是要取得这个统一相权 像这个婚纱公司 用宋仲基跟宋慧桥 我已经离婚了 婚纱其实 可能就会稍微 ok 一点 因为他们是工作人物 不可能 这个就有点 有点灰色地带 那 就是你还是要 这个我就稍微跳过了 就是说这个东西会跟 会跟有时候 名人被拿去做广告有关 因为这里面有一件事情叫做 不当利用 就算你是工作人物 不当利用 你还是可以主张的 我明明就没有用这个生法水 然后你给我 你说我用生法水 我明明就没有用这个化妆品 然后你说我推进的化妆 这个就叫不当利用 所以如果有一天 各位成为公众人物 你变成明星 也不用担心 并没有 会有什么损失 就只要这件事情 不是你 你所认可的 广告行销性 就算不当使用 这个时候就算你是工作人物 我也是 更不用说是 普通老百姓 这个我就 稍微 要过 稍微点过 好那 OK 再来讲我们后来的事情 这边我稍微加快 有点 前面谈完之后 你们就recap一下 大家在社区的共创过程中 可能会遇到的议题 其实我觉得都还 都还不复杂 都还不复杂 那第一个就是我一个一个 谈我的想法 专利 专利要申请 然后要审查 然后有属地主义 所以要申请几个国家 都 都要考虑 然后他有捨查基准 我觉得 会有这些东西 我们 共同开发 或是自己帮社区开发 或是社区开发 新的产品 不一定有那么多 新的设备 比如说 新的 制造葛玉金的机器 他就可能是专利 新的葛玉金的包装方式 他有进步性 因为有专利 但专利要申请 那目前我们不太有 我问到这个是因为 我们都没有做这个申请 也许也觉得的确 没有需要申请 我这个叫专利 好 因为就是 你只要符合有价值 然后不是每个人都知道就符合 有时候你自己有 你也不知道你有 然后他可以forever 直到 被公开为止 那个上学期的料理 就是就是 然后新的制造配方 搞不好 我记得以前 我记得前几年曾经有那个松斌老师的学生 深科系在分析葛玉金的成分 那那个那个有机会 搞不好会产生一些 配方 那那如果那个东西 就算 当下没有 没有这个想法 其实他他是你的秘密 他里面他有价值 然后我觉得在 呃表演手法 我不知道USR会不会有表演手法 他是你的秘密 所以秘密 绝对是有的 可能还有更多 商标就很很明确 就是一个表彰品牌识别的logo 然后要要审查 要注册要审查 也不一定会过 很明确 就是我们跟社群合作 然后我们去 产出了一些识别的设计啊 品牌等等 甚至是颜色 识别性等等 这个是商标 好制作权最多的制作权 你以为你没有 你都你都有 你只要有原创性就有 完成就取得 你不想要你不想要成本 你还是有 然后他他有连线的 只是短期内还不会结束 这些都是 这些都是 其实所有的计划书啊 提案啊 报告啊 或者是说我们课程 产出的 建议给社区有著作权 社区提供给我们的社区文词 资料有著作权 同学画了一些东西 同学画了一些 海报有著作权 设计新的界面 设计新的平台 有著作权 把齐老讲的事情写成一个故事 集上网有著作权 然后商标本职商也有著作权 那个蓝色就是前面的商标 商标的产出也是著作权 作权 非常非常多 如果有一天出书 也有著作权 然后出书的内容的来源 其实都会有 好那我觉得就是回到这件事情 回到这件事情 就是说有著作权 你不代表就没有侵权 比如说我们很辛苦的把社区的智慧 产出新的东西出版 然后我们非常高兴 我们拥有智慧探权 但同时还是有可能 相互独立 有侵犯智慧探权 因为 社区的人格权 没有被表现出来什么等等 所以这两件事情是 是独立的 好然后我提供一些 我觉得可能 要考虑的事情 就是说 因为大家都在校内 也许 那个未来都可以逃 那我觉得还是 还是可以找法治组 法治组 是更专业的单位 我觉得我可能是那一个 诠释者 我觉得有点 我自己觉得常常在这个议题上 我在各个厂坡扮演的 比较像是那个诠释者 因为我知道每个 每个Domain 想要的语言是什么 所以这个是我诠释的那种 但我觉得如果大家要 放心点 还是 找法治组 法治组 好 那你看 你看我就用这样子来看 专利 我们会有什么智慧才安全呢 我觉得 我们有的 我们只要设计的东西都有的 那重点就是 有没有要申请 他有没有要申请就是 到底有没有要商品化 因为专利有成本 申请要钱 维护也要钱 所以如果 USR并没有要商品化 那 有没有要申请专利就是另外一件事情 那如果 大学没有要商品化 可是社区觉得这个东西值得商品化 那他本来就是USR的初衷嘛 那这个时候呢 可能会由社区去申请 那就会有一些授权的事情 就是比如同学授权 可能同学还是发明人 发明人可以先 但是专利申请人专利权人可能是社区 然后同学会 可能 请法治组提供我们一个 定型化的合约 需要需要赛等等 那你看就是第四个其实是重点 就有没有要创业 如果没有要创业 其实 应该是不会出现专利的 你有产出有专利性的东西 不代表你需要产生专利 其实就是有没有要创业 然后就是审查 审查会花一段时间 不一定会过 不一定会过 所以这里面就是一些跟企业一样 企业也不会所有idea都申请 我知道 我以前在工作的时候 我们会接触到的专利申请 都是企业内部以及三选 他们觉得有商品化价值的会申请 很多可怜的 工程师提的idea 最后都没有过关 因为过关你会有奖金 因为他觉得他没有商业价值 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进到这个一样的程序 然后右边是侵害什么 我觉得 我们应该是不至于说我们 USR产出的东西 然后申请到专利 然后侵权 对这个比较有可能出现的是 我们没有做专利检索 然后申请出去就没有过 因为这个东西你以为很好 其实没有那么好 你以为他是专利 其实他没有进度性 那因为我们内部在专业上没有做专利检索 或是没有事务所合作的事务所 学校合作的事务所没有很专业 让我们浪费了我们的时间跟金钱 申请专利 然后最后是没有侵权 但是最后专利没有过 那我觉得这里有一个issue是 会不会同学的发明 不是他自己的发明 同学本身的发明就已经是抄袭了 或者是同学的室友也是发明的 但是这个室友没有在USR课程里面 然后有一天这东西赚大钱 这个室友生气了 为什么我的东西跑到你的专利里面去 我觉得可能 可能比较是individual的事 可能才会发生这个是USR的情境 大概跟企业不太一样 好 营业秘密是 营业秘密基本上就是 我们用料理当例子 就是说我们可能就是要看他有没有符合要件 他有商业价值 然后他的确是个秘密 搞不好这件事情其实没有那么特别 你开发一道料理 结果你上网查 其实大家都是这么做的 那他就没有符合要件 然后谁是开发者 理论上 如果要签署营业秘密的授权 统一就是所有人 那 会不会同学们开发这个料理的时候 其实中间有人问我 我可能也是参加了很自己 就是说有多少个人参与在里面 其实就是跟有多少个发明人一样 那这边我觉得这里蛮特别的 大家从刚才到现在应该 了解我的意思就是说 很少有出现我们会侵害别人营业秘密的状态 因为营业秘密就是没有公开的秘密 你你出现的一样就是巧克 君子所见掠土 有财法的人所见掠土 所以比较不会 为了城大或社区去侵害别的社区营业秘密的情况 因为它就是个秘密 好像是秘密 那我觉得比较出现 可能出现的可能是 像这一次料理的这个case 就这里面会需要有授权合约 比如说城大同学是料理的开发者 然后他符合营业秘密的要件 那社区觉得这个东西有商业化的潜能 大家都乐见其成 那你可能这边会出现一个 大家已经签了那个授权合约 就是同学的签名 然后有学校这边出局 然后就是把这个营业秘密就是 授权给社区去开发 社区后续申请商标什么等等都可以 你说料理的名字搞不好有著作权 这里也隐含会有一些著作权的事情 好商标 商标我觉得 还蛮单纯的 商标就是要或不要 学校跟社区 大家讨论要或不要 他没有什么目的 要申请就会申请 然后记得要指定到哪些商品 有多少商标可以保护 我们像颜色啊 立体商标等等 但是他不一定会过 他跟专利一样有审查 不一定会过 那 可能有一个比较重要的事情是 如果同学设计一个logo 然后社区把这个logo 绝对很喜欢 要申请商标 这里会有一个著作权授权 就是很简单的都是签名 同学把这个商标 这个logo的诸作权授权给社区 然后社区变诸作权人去申请商标等等 或者是不一定要授权 反正总之就是双方要谈清楚这件事情 就诸作权的商标是同时 假设我们先伸出了一个商标 然后社区是用部分的样子 在开大一个商标 那看起来 这也有两种情况 对 一种看起来差很多 一种看起来很雷同 那这个时候有什么事情 需要导向不要插太 不要抗像的 通常如果站在学校是会主张著作权有侵权 因为著作权是在学校的开发者身上 因为商标会牵涉到它对应的商品 所以你看如果学校的商标是用在USR的计划上 然后社区举取一些商标的变化 然后用在用在农产品上 其实商标侵权不会有成 因为它的类点不一样 那是当初学校学生的project 那他们是用农产品做一个商标的设计 然后如果社区觉得有部分的精神 或者是图像很适合 但是他们用一个在修载的 然后到最后才会 这里有一个点就是说 要成立商标侵权的群体是 成大也有成立商标 那如果同学只是练习画商标 但是没有去摄影商标 我们大概只能主张著作权 就是因为这个是同学完成的 著作权也不用登记 然后就取得 然后你发现 诶怎么有一天在市面上 有一个社区的商品是我当时的作业 那你不能主张商标 因为你没有商标 但是你可以主张著作权 所以我觉得著作权 太容易出现了 然后所以导致世界各国现在就走向 就是自然产生 那不需要不需要申请的 然后我觉得也是做一个比较平衡的保护 所以商标就是 当然我发现商标还蛮明确的 因为他要有申请的动作 所以有就是有 没有就是没有 产生是不是鼓励 产生什么情况 我们还是有授权去 但是如果没有 那他可能在我们程度要 说他要把所有设计这个人的 什么 就是单位也是要呈建在他的商品上吗 我觉得有有有几种case 就是 第一种是 第一种是 我们同学之间 签一个注作权权的授权 然后事情就结束了 我觉得这个注作权就给社区了 然后看中间 合约上要怎么样 benefit设计者同学 然后社区拥有 注作产品之后 他就可以做很多商标的运用 因为就等于是他on而已 那人格权的表示 其实会有一些现实上的困难 就是说我们可能不太能够在 社区的商标下面都写上出去的名字 那这个可能就变成说 比较像是说如果社区的故事馆里面有一个墙 地上写商标的故事由来 上面是会有 成大公司的系统来说 林梦瑾什么什么等等 你的名字会随着那个那个是你的 你的人格权 他不能在那个墙上写成 别人的名字设计的 那就违反人格权 这个这个是一种 然后第二种是财产权没有给社区 就是比如说 呃 纯粹只是签了一个合约 然后统一社区把这个 logo拿去申请上标 那这种就会变成一次性 变成一次性 那不过有一天同学毕业了 或是USR计划就结束了 好像也会结束 那社区 社区 还要再去 运用商标再去 设计别的 其实这个就会违反一开始 一开始不是把整个 助财产权授权过去 其实只是那一个单次 所以我觉得 最后都会回到我看小明 跟最后合约 合约怎么样 谈清楚 那我觉得这个时候的确学校 法治组可以提供我们一个帮助 就是说有没有什么 未来会发生的case 这个文字上没有 没有cover到 那我觉得这个 蛮有可能发生的 因为其实同学都蛮会设计 设计 所以就是除非一种情况 这些学生在毕业 然后几年以后发现 有一个农产品的方向 是很适合 有一个logo去把它照顾来 那他就不能再使用它原本了 没错 因为你要重新做一个新的 是是是 用完你跟这个原本的 是是是 是是是 然后 当然也可以自己在设计 如果你根据原本学生的版本 然后 在 在某种 不是那么 完全相同的 因为著作权是看实质近似 所以有一些改变 其实变成社区自己的 著作权也可以 然后用那个著作权 学生有后续的商标 他就会有开发社区版的 对对对 没错没错 学生版的在另外一边 是是 我觉得的确著作权会很常发生 那商标 商标还是一样的 就商标如果社区跟学校生理商标 也不要做白工 就是要 要做一下检索 搞不好这个商标已经有 做白工最后就没有过 然后 接下来的确最重要就是刚才领导师提的 也就是说 申请商标的时候 可能要处理好著作权这个事 因为我觉得在USR的Case中 常常商标申请人 可能不是商标的创作人本人 创作人可能是同学 但同学不会申请商标 应该都是Business 最顺利商标 这个最OK的情况 应该是同学自己创业 好像Based的Case 同学自己设计Logo 然后自己创业 那从到尾就没有移转这件事 就是同样的人 没问题 快接近我一声 然后这个前面有多少提过 就是 在那边 就是 这个东西到底谁有参与的诸咒 比如你跟社区祈老棚来看 那祈老棚是共同诸咒人 所以前一月的时候 大家都是一起的 然后人格权不能移转 可是财产权也可以移转 那比较特别的可能是 校园中有存在合理实用 合理实用比较复杂 我今天没有这杯题 但是 在学校的教学过程中 其实是允许某一种 某一种使用工程 所以我们是财产用工程 所以我们是财产用工程 那出资跟雇佣金 只是在于说 我们是社区的员工 或是是 或是我们是某个企业的员工 或者是某个企业出资 请肥人舍做 他的权利归属会不太一样 这个细节在法条中其实都有 好 那这个就是 清漢 我觉得这个导致有可能发生 就是你忽略了你的产出 其实是有共同诸作等等 比如说社区的原始素材 那没有发生事情 只是因为对方可能没有介意等等 但的确很多产出是共同诸作人 然后 你有没有 尽量去彰显著作人格权 但这个有点困难 就像刚才说的 商标上也不能写名字 但你搞不好可以在故事馆里面去 去彰显这个人格权 然后另外就是很多情况可能是 二创 二创是一个创 但是你还是要给一创 得到一创的收权 你要付钱给一创 好 然后最后最后的五分钟后 我就很快 讲一下我的 我的comment 就是说大概我觉得这些议题 我已经都发生 或是马上 一定也会发生 或是在别的学校的 USR也都会发生 我觉得第一个平面视觉 当然就是 看谁设计的 可以设计的 可能是设计师 可能是助教 可能是同学 那你就是 著作人格权 你跟著作权权权权 然后 大部分的情况都是OK的 然后只是说如果这个图 就像刚才讲的 如果社区觉得哇 好山好水 这个图 可不可以拿来当我们社区 办活动 或是印制什么手册的封面 那可能就需要签合约 那签合约同学可以拒绝 我同学说 如果要我同意 那 要有一点 金钱的知识 这个就是合约 合约没有对错 我合约是讨论出来 合约没有对错 那你看前两下 我其实把类似的放在一起 商标图像设计就很像 这个都是平面视觉设计 你看这两个情境 你看我那个 那个红色字也没有变 就是 就是设计师跟后训用的人之间 可能要比较 明确的有一个授权的过程 在合约上 那校长权其实 大部分我们会出现的都是普通人 普通人 所以应该都是要对方同意的 那 我自己觉得一般都是会同意的 那真的 有大家特别的考量不同意 那就是不同意啊 你就是不能够使用 但是校长权其实 真的是指很明显的正面 明显的正面 不是说出现在照片中都不行 然后我知道很多朋友都会关心这件事情 就是我们去原民部落 然后会有一些原始的资料采集 然后后面一定会有价值 这个 其实 原民部落理论上是共同著作的人物 可是他会牵涉到那是刚才 双头舍那一件事情 就是 到底那个content是什么content 它是我们的访谈对象的content 还是说那是 最早的部落传说 这里会有一点模糊空间 你这个有一天 法院要认定 他会看这件事 他会看这个东西到底是 几百年前的资讯 还是说是 这个 权利人 就是说主张权利的这个权利人 没有被列为共同著作的人的人 他自己 自己产出的资讯 这有模糊空间 著作权利人其实是 很多模糊空间的 然后也有很多同学关心这个 这个 没有问题 这就是共同著作的 我们要用工作坊 产出的东西 然后 如果你要细部一点 当然可以细部到是哪一个产出 哪一个产出 比如说我们用第三组的产出 后续要拿来出版 那就是 第一组第二组第四组就没有关 但第三组的同仁 应该是共同著作的人 然后 很多授权合约是要让后面的 商业行政行为简单一点 所以就是说大家会签 然后可能 你如何同意 然后后续就是 全力集中在某一个人 或单位身上去运作 这个 有时候授权合约其实不是要 是要占创作我们的便宜 真的是因为行政成本上的便利 然后在双方的合议下 给予你什么回馈 然后就把全力集中 不然大家都会毕业 有人会当兵 有人会出国留学 有人毕业之后就会 再也 联络不到那怎么办 所以会的确会有点困难 然后我们社区 我们的USR常常会有一些文史故事 一样的 5跟6也是同质的事情 社区厂这文史故事 然后到底是不是 他是著作的 如果他是 那这些作品就是共同著作 然后我觉得这个可能 我们目前比较少讨论 因为我们并没有要商业化 但我觉得 比如说韦琪老师的课 我觉得就有可能 或者是像 杜宇轩老师的课 我觉得其实就有可能 其实这里面有可能 有产品 是有符合 吸引性跟进步性的 他有可专利性 那这里就会回到 共同发明人 共同发明人 就像 就像paper的作者一样 offership 都要放进去 发明人 老师说没有意义 但是就是都要放 那申请人就是 专利获准后的那个专利权认 是社区 我觉得这有一种很常见的case 是这样的 就是社区觉得 社区可以拿来商业化 然后跟学校签一个合约 社区的主事朋友 当专利申请人 也就是未来的专利权认 然后六个同学是发明的 六个同学是发明的 当然双方要讨论同意 然后签一个合约 然后就送出申请 两年后就准了 要省很久 两年后就准了 同学也毕业了 那同学会收到 我们的通知说 恭喜哦 你的 你当发明人的 你当六分之一方面人 有专利获准的 你可以放进你的履历 或是交期期妾 之类的 你可以跟别人宣传等等 我曾经想有一个专利 可是真正在运用啊 在卖东西的就是社区的 就是那个专利权认 专利权认才有 才有十之一 发明人就是像作者一样 但但我觉得 这个credit都是要给的 就是回到智慧产权 产品开放我觉得 是会发生的 这个就是已经 大家有签 就是 我觉得它还是会有一个 授权合约 因为这里面是know how 它不是大家都想得到的料理 它是一个know how 然后这个可能有一点像 我的创新管理的课的产出 我觉得同学可能是一个 一个plan 一个package tool等等 也没有实质的产品 也不是一个文字的创作 那 这个东西 我现在的 观察是有时候有一些不错的点子 它其实就点子 就是社区会点子可以拿去 运用 然后我们也都乐观齐成 那我们如果回到 法律面的话 这里面其实可能是著作群 它可能送著作群 可能还是可以有个授权 比如说 我请社区朋友跟我班上的同学 大家签一个出作群授权合约 然后同学很满意这个结果 然后但是他也没有要投入社区 然后他就把他的这些idea 授权给社区使用 然后社区未来 搞不好又回到故事馆 故事馆的墙上会有 创新管理的同学的名字 人格权 但这个有机会被人专利申请 就是回到 那个提案本身的吸引性进步性 然后最后一个 其实很简单就是 我觉得著作财产权的移转 跟专利的移转 都会有合约的 然后 就是 是共同拥有 或是授权 然后怎么记报酬 有时候有一些合约不一定有报酬 就是真的 真的就是看 大家的出发点不同 其实有时候我想我们师生们 不一定是 在合约上它是要什么利益报酬 有时候就是一个同意 然后你也可以在文字上强调说 希望做 著作人格权的表示 等等 那双方有一个明确 这个可能渐渐的 我想在很多USR都可以 有这种定型化契约 就是双方在合作结束后 然后签一个东西 因为大部分同学 权力产出的 他的确没有要 后续运用 也有点可惜浪费 好 我的最后一页 对最后一页 这个页我觉得 可能用这个当总结 时间到了 就是我觉得社区跟大学 社区会提供content给大学 大学虽然有知识 但是那个源头content 是社区来的 然后大学在大学的系统里面 课程里面 会做加值创作 或者是社区也有 一起就共同创作 但大学通常不运用 因为大学在做别的事 所以这个东西有可能 再回去给社区 再运用或商业化 你看这里就有权力人的issue 然后授权的issue 那是不是要分论的issue 大概大概是这样 但是千万不要忘记 还有上面的不知名的人 不知名的人可能是别的社区 别的大学 或是联发科等等 不知名的人 就是说老实说 我们也可能 关起门哪里在做创作 其实打开门 其实你换到别人的权力了 有一天他会来起诉 或者是我们东西太棒了 哪一天不知不觉大家都 USR都结束了 然后发现 为什么有一家不认识的公司 在用我们的东西 那个是双箭头 清权跟被清权 我觉得可能用这个图 作为今天的ending 就是刚好时间刚好 就我觉得我们存在 这样的关系 那每个箭头都会有些issue 但是我会觉得都不难处理 大家都是一种善意的相处 有时候真的就是资讯的透明 然后大家互相的理解 大家的出发点动机也不一样 那我觉得并不是一个难处理的事情 如果有影片 如果有人有兴趣 我觉得我2012年在创囊所开这个课 可那个时候其实没什么属于文创 或是属于这种地方创生的IPR的书 其实很少 因为这个东西以前都是大公司的issue 渐渐有了 渐渐有了 像这本书是英方中的 数位时代这还很自然 然后最近蛮值得推荐的 特别是我们设计学院的助理啊 助教啊同学们 这个出版社出了一系列的 当文创遇上法律 都饱饱了 老实说以我的角度来讲 他是比较概念式在谈 他是非常非常好 就是饱饱的当文创遇上法律 你看2021年开始 之外产产的运用No.1 然后第二本 2022年降人到企业 公益师如果想要开公司 你会遇到什么样的法律issue 然后也有一些短短的例子 读懂IP授权合约 艺术家创作者IP授权 很多也都跟USA有关 都饱饱的 你看这个去年9月 然后几个礼拜前刚出的 行商充裕的规划 这个也蛮跟我们有关的 就是刚才讲的那些事 就是你有idea 然后要再加值 应该可以怎么规划运用 然后这个不属于这个 但我只是想要跟各位说 台湾真的有一些很认真的 这个是陈嘉峻律师 他已经出了两本 左边那本是1月初的 Chair的GPT跟 世界探权的安利分析 就是台湾有一些很 情于住宿的人 所以这个是新书 然后左边那本真的非常非常新 我们再讲呢 Mid Journey跟ChairGPT产生的IPR 依序 好OK今天就到这边 时间就是差不多到这边 那感谢大家还有可能的听众 谢谢大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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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来说 是的 稍